9月初国留副总统习不度抗力率团访台 并针对司法、法医、灾害等专业 签署三大协定及备忘录 4号总统蔡英文接受国留共和国新任驻台 特命全权大使欧如侃道任果输 过去20多年两国共同在农与业技术 医疗卫生、教育文化以及捷径能源等等项目 跟领域合作创造出丰硕的成果 总统同时也感谢帛琉多年来在国际场合 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包括这次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帛琉国务部长也为台湾仗义直言 原看十月十三后 国境即将边境解封 双方的旅游观光也会更加蓬勃 欧如侃大使也说到 帛琉和台湾有很多共同点 包含拥有多元文化、族群、宗教及传统 这些多元性强化并丰富了自身国家 也期待能亲自体验台湾的历史、文化深度与广度 而处于开发中国家的帛琉 欧如侃大使也说 台湾的财政与商务模式 也值得帛琉参考学习 标志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